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Felix 今次轉眼時間已經是六個月 其實都知道 這個時間都已經知道 是我媽媽已經離開了我六個月 其實都知道 我都知道 自從一月二十日過世之後 直到七月都已經是有六個月的時間 那我都很思念著 首先,我也想說回個故事 在我經歷過這個事情 首先 在三月的時候 在去年三月的時候 我媽媽就因為 病情不穩定 就進了醫院 當時我就和 我家人就 就決定我就在醫院看望她 結果當時都很精神 直到四月出院的時候 她當時都沒有什麼事 後來就因為 到五月的時候 她都又再入院 就因為知道 她的病情都一直都是 都有轉差的跡象 不過 沒有想到 在五月十九日 當時她經歷過 情況都轉為危殆 當時 家人都知道 其實都希望可以 可以表態她 希望會不會急救 最終 就因為在幾天之後 很多人就說 需要幫她治療 但是最終 就因為她 達成的願望 後來 到了六月的時候 她都終於可以出院 和我們喝茶 還記得 我都有和媽媽喝茶 都有懷著可以 開開心心的心情喝茶 不過 怎知道 在七月的時候 她都又再次入院 始終 但是最終 原本都想 找方法去治療 始終 但是因為她 她因為這個年紀 她都可能會 決定 有時都盡量 都治療 但是 當時 都看起來都很精神 但是她都 現在都 身體狀況都已經 不太好 不過 後來 到了九月的時候 她都 她因為她 情況都有點 都有反覆 不穩定 都 看到她的病情 都有點 是 不是這麼好 然後 她 健康狀況轉差 她都有 珍惜 我也知道 有朋友都鼓勵我 去珍惜 珍惜這個時機 去探望媽媽 直到 十月的時候 知道 媽媽就是 我媽媽在醫院 都 還度過了她的生日 都吃了蛋糕 過了生日 沒多久 在幾天之後 她都是 知道 聽到 姑媽 就收到醫生 表示 醫院 醫生 表示 我媽媽的情況 穩定 預期可以出院 就表示 我媽媽的 精神狀態都算良好 那 都 都想說回 最終 在十月的時候 終於可以出院 和大家見面 都知道 在 在 在我 我爸媽都 都來到我媽媽家 就探姑媽 和媽媽的時候 知道我媽媽已經出院 都可以 問候幾句 都 都最近如何 和 現在 都 可以 那個 情況都可以 但是她 都可以 後來 直到十月的時候 她都依然 都沒有什麼 都知道 她都是 依然 都繼續好精神 但是 她的 晚年的健康狀況 都已經是欠佳 一直都 都不是 那麼好 都知道 當時 我都 想起 在 在 這 這幾個月的時候 媽媽住 都 多次 連續幾個月 重複入醫院的時候 都一直都有 都有著 都有接受治療 之後 她的健康狀況 一直都不好 那 都想說回 直到十二月的時候 在 她 就是 最後一次度過聖誕節 都知道 我也有姑媽 表醫生 和表哥 都一起去 一起吃 在 我媽媽 家裡吃飯 但是沒有想到 在我吃 聖誕節後的一天 在聖誕節 在聖誕節 正日後的一天 就 看到我媽媽的 健康狀況 都 身體狀況 都一直都 完全都不好 都要再次入醫院 不過 最遺憾的是 入醫院 一天再做出院之後 沒想到 來到 在 隨即日的時候 她的健康狀況 都一直都已經是 她的身體狀況 一直都已經是 很差 都 都想知道 她其實都 都 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就進了醫院 後來 直到一月 聖誕節過了之後 她就已經是 她就再次轉醫院 就看到 她的健康狀況 一直都欠解 去到一月八日至九日 一月九日就知道 當時我在一月八日的時候 看到我媽媽 失色 知道她的病情都不完整 然後 然後就來到醫院去探望她 結果 看到她的病 她已經真的病得很重 雖然都知道 我都有把機會去探望媽媽 還有 她 但是其實都 其中她 因為年紀大 她都已經是 她病情都一直都會轉差 不過 不過 連續過多幾天 媽媽的病情都已經 一路 逐漸轉差 看到她的身體狀況都已經是 都已經是 都已經是 衰退了很多 不過 但是最後的事 都一直到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 當日 媽媽的病情 一路持續惡化 在轉摧危台 不過 很可惜 就來到一月二十日 當日 我當時就是在睡覺 之後 我爸爸就叫醒我 並已經換好衣服 知道我已經有做出 做足心理準備 想不到 我已經知道 會隨時有什麼事 其實都 都說過 就知道 姑媽 就已經是 通知了整個家屬 還有親友 其他家人 都 都馬上快點 就收到這個醫院通知 盡快趕過來醫院 後來 我爸爸就決定 我媽就決定 叫車 叫了的士過來 就馬上去醫院 那裡 那裡 當時 我媽媽都知道 她說 她都隨時 她都已經年紀大 她都 她都會 離開 那我都 已經有心理準備 後來 坐車中途的時候 就得惜我姑媽的通知 收到姑媽通知 說我媽媽已經走了 已經走了 當時我都知道 我 在車上坐車中途去 趕過去醫院的時候 收到姑媽通知 說我媽媽走了 然後 那當時 都知道 告訴我媽媽 和我爸爸 知道我媽媽 過了身 其實都 已經知道 我都有心理準備 不過 來到醫院門口 我表哥都純情哀傷 都已經是 都 都找我們 就帶我們 進醫院 的病房那裡 得惜 我來到醫院的時候 看到我的家人 親戚 和朋友 有姑姐 姑媽 表姐 表哥 都已經在場 和議長 和我其他 其他親戚都已經 表示實情都很哀傷 和 有點傷感 就已經知道 什麼事 那我來到 入到醫院的病房的時候 看到我媽媽 真是過了身 她都已經 真是 她已經真是 她已經真是 離開了我們 那其實都 感覺都很傷感 直到 在臨離開醫院之前 見我媽媽最後一面 就 就見到 我當時 我其他親戚都 都來了 然後就 她都 都知道 我都 其實我家人 都有說 就是 都有說 祝福我媽媽 一路好走 最後 我媽媽就說 安息 我都有祝福 跟我媽媽說聲再見 就說 媽媽 一路好走 我都 願你安息 希望你 可以去到天堂之後 永遠都會快樂 願你一路好走 這樣都 我都表現出我媽媽 對媽媽去 離開的不捨 都感到非常之 很大的衝擊 不過 這樣說回來 親友就決定 在2月1日 為我以故媽媽 舉行葬禮 德式都知道 2月1日當日 就 在我媽媽葬禮 那天 就做了一些儀式 就好像 接著就是 吃飯 接著就到了 在我媽媽出殯當日 就 她的遺體 隨即就正式火化 那我媽媽 離開了我之後 我都 在我媽媽離開的時候 她 離開的最後儀式 那我都 大家都有祝福 我媽媽 願你安心上路 不用再掛著我們 那都說回來 其實媽媽 隨即 我們都想 媽媽都已經 遠離痛苦 就已經去了 第二個世界 尋找快樂 那我都知道 那我的故事 就現在就講到這裡 那我都分享過經歷 那其實都知道 那我其實都知道 人活到老 總會有一天會離世 這個字 以及已經知道 有一句 講年紀大機器會壞 那都 大家都相信 其中我們都會老了 總會有一天會 會小小的 那都 想說回來 雖然我媽媽 都已經 已經 永遠都離開了我 但是她的回憶都會 永遠寄存在我心中 還有 永遠都會懷念她 以及 珍惜她的回憶 那都想說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 在我媽媽 已經離開了六個月 之後 我都心中 都有懷念她 正如 我媽媽都已經離開了我 但是我都會好好掛著她 並已經知道 對於今次我媽媽去世之後 我都有點感到不捨 正如所說 我都知道 我都明白 你們 在我媽媽去世之後 都有點感到很不捨得 但是我都 記住這個經歷 都會是 我都是 都會 早日 都已經離開了傷痛 都 我都希望 我都媽媽都會 永遠都會 懷念著我 那都想說回來 我都希望 都會好好珍惜 跟我媽媽 這二十年來的支持 互相鼓勵 和 記得 在我媽媽生前 她都一直以來都很疼我 互相鼓勵 來家裡探訪 去家裡探訪 喝茶 和 走公園 以及 去吃飯 等等 走公園 吃飯 等等 還有不止 走公園 加上 在聖誕節 早冬 拜年 吃團年飯 過中秋節 和其他 慶祝生日之類 那都想說 我都 其實都會 都明白 都會 在我媽媽去世之後 都會好好照顧 我 我身邊的家人 尤其是 我都 會 幫助我婆婆 幫助我婆婆 做家務 那我現在的影片 就現在來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想 關注我的頻道 和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 給一個訂閱 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的頻道 記得留意我影片 和更新社會資訊 好啦 今天的節目時間夠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Felix的頻道 期待下一次再見 拜拜